大家好,这个土工中国特别坏,坏到骨子里去了 整天就是拔望着美国不得好死 这几天天天遭遥传谣,说日本人没饭吃了,韩国人没饭吃了 尤其是美国人没饭吃了,好多人都饿死 买不起萝卜,买不起白菜 真的是搞得中国的很多人都相信了 土工中国的人真好骗 然而今天又来了一个更大的谣言 真的,我们赶紧跟大家传播谣言 我看着有挺舒服的,说实话 感谢土工包子国,感谢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发了一个巨大的新闻 特大新闻,感叹号 据说拜登白书记已经去世了 刚刚传来的消息 说美国的帅呆了,酷毙了的,经常摔跤的白书记 终于在一个小时前不幸的去世了 目前这个哈里斯,贺锦丽老师正在准备就任总统 估计等他准备好后就会发布这个消息 这消息真是让我无微杂陈 但是我听见以后首先是高兴 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然后我还搜索了一下外网 搜索了一下英语新闻 还真有这样的消息 并不是这个网易新闻遭遥传谣,的确有这样的消息 道理是不是真的,这种东西你必须要等官方通知 是不是 因为一直以来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白书记是个假人 是有人在演 各种细节 昨天有好几个细节吧 一个一个来吧 一个一个说 以前呢就说白书记呢 是带了一个这个面具 是不是这个脖子之内啊 第一他特别光滑 是不是特别光滑 第二有一次说衣服非常好 这个这个这个面具的这块街皮啊 和他本的脑肉皮啊 之间呢 没有没有连接好啊 成衣没有遮住,给露出来了 第二呢 说这个什么 说最近有人拍到了啊 说白书记居然波涛汹涌 往下走的时候稍微走快点 前面有两头肉在那里晃是吧 波涛汹涌 白书记波涛汹涌 意思意思说白书记是个女人演的咯 是这个意思吧 白书记他个子挺高的啊 还真男的找到这么一个女人 然后又还有这么大的胸啊 我觉得 这反映什么呢 反映有很多人不相信 这个80岁的老白灯啊 白书记是本尊啊 好多人说这个真正的白书记早就已经被枪毙了啊 他这各种说法都有啊 各种话都有 我呢说实话啊 我是觉得从政治的局势来看的话 这个白书记一定会在本届的总统的任期到期之前 黯然下台或者突然挂掉 一定的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 当然呢 有人说白书记死了 那既然你认为很多人是 是有人替身是演的 那你这个替身死了呢 再找一个替身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这么认为的啊 这个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白书记肯定不是个替身 肯定是真的啊 只是因为我们太不相信这个人是真的了 所以那就传出了无数的谣言啊 就说这个白书记是假的 但是但是白书记身体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东西你没法说清楚 现在的政客呀 各种套路 你真的就是真真假假假假假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但是有些个东西你是看得见的啊 有的时候他这个信息呢 好像是真的 有的时候他信息好像是假的 你根本就判断不了 比如说啊 我们经常看见白书记 隔一段时间就会会出现一个镜头 然后全世界播放 就是他突然摔倒了 是不是 有一次他上飞机 连续在一个这个上飞机的台阶上面摔了两次 那我们都有尝试的啊 人呢过了60岁 尽量不要摔跤 很多的年纪大的人 60多岁70多岁的人 就是因为摔了紫胶 然后很快就走了 很快就去世了 所以摔跤对于这个老人而言是 一切的麻烦中的最大的麻烦 没有之一 你说白书记都七八十岁的人了 在这个飞机的楼梯上摔了两脚 起来还没事儿人似的 这个东西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一定是有人演的 故意这个什么 让摔跤一次 至少那会儿上飞机的时候 那个镜头 那个人可能是假的 这人可能你早就已经进了飞机了 他不让你看见 否则的话 你这么一个老年人摔两脚 你还全世界播放 他只不过去说证明什么呢 我们这个总统不是假的啊 你看他年纪大了 上楼梯都要摔跤的啊 他故意让你知道 还有一次白书记骑自行车 你说八十岁的人 骑什么自行车呢 是不是 我六十岁不到 我就不敢骑自行车了 是不是 为什么 我怕摔跤 真的 一摔跤就有麻烦 人年纪大了 还有个问题 你摔跤了以后 你一身的伤口 完了以后 他好得特别慢 人年纪大了以后 这是各种人生的况位 你年轻人是不知道的 他花很长的时间 才会愈合 所以一般的剧烈的运动 你让我在车子里面 去爬爬山 去标标车是可以的 反正我在车里面 你让我骑着自行车 去搞山地车 去爬 去标 去这么搞 我是有点不敢搞的 我一直想买个好点自行车的 据说现在自行车特别好 花个几万块钱 全是碳纤维的 又轻又舒服 我试了几次 我都放弃了 挺有点意思的 所以我是说什么呢 你从这些个画面 你能看到 他是有意的告诉你 我们的总统摔跤了 但是没事 这个时候我就忽疑了 本正我的直觉判断力 肯定不是真的 至少你骑自行车的这个人 不是真的 或者至少上飞机 楼梯的那个人不是真的 至于 真的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也许早就在飞机里面 也许根本没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是真的 比如说最近拜登的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麻烦 政治麻烦 腐败麻烦 他儿子的麻烦 有一大堆 他拿了乌克兰人的钱 乌克兰人的钱 拿了中国人的钱 有图有真相 有录音 他儿子都说 我爸就坐在我旁边 你赶紧给我钱 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 中国人就给了他一口 就给了他一千万美金 不得了的事情 你不知道 他们这帮孙子到底在干什么 完了以后 逼着拜登 不得不说 我当时不在现场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在撇清 他和他儿子的关系 我儿子找中国人要钱 那是他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是吧 他在自保 要保住他的总统位置 这个时候 这个拜登是真的 你不觉得有点意思吗 但是老拜肯定身体不大好 是真的 你看他有的时候 走路就颤颤巍巍的样子 我仔细看了一遍 那种颤颤巍巍的样子 还一般的年轻人 你要模仿 他你模仿不出来的 有一次在主席来上走路 然后下来 突然就踢到了一个插旗子 那个沙包 儿子一下子就摔倒了 那个是真的 那个是真的 因为他搞了半天 他爬不起来 他不想在那个飞机上面 摔了一跤 就要蹬得下自己 就爬起来了 所以人呐 不能撒谎的 还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不能撒谎 你一撒谎 撒一个谎 你要一万个谎 去弥补他 你会非常的累 你从几天 你会发现弥补不了 所以这会儿突然传出消息 说白书记去世了 因为最高兴的是谁 最高兴的是习包子 据说习包子立马就让他的手下 让太监们给他买了一挂鞭炮 是不是在中南海大热天 放鞭炮 批里啪的啪啦啪哩 炸的可欢了 习包子舔着个大头皮 哈哈大笑 终于死了 终于死了 这个东西有意思的 因为习包子掌握着拜登的 很多的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拜登也掌握着习包子的 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们他们的都是一伙的 这时候拜登拜出去死了 习包子特别高兴 当然这是一个段子了 开玩笑了 为什么是当年毛泽东 是吧 听说周恩来死了 完了以后就跟张玉凤说 玉凤啊 去给我买点鞭炮来 在我的这个什么 局相书门口 放着鞭炮听听 我好久没听见 他高兴是不是 张玉凤一听 好啊 周恩的周总理死了 你放鞭炮 但是他不敢说啊 就赶紧出去拿了一口鞭炮 在那里放 搞得这个中南海的其他人 就出来看怎么了 我们这里是 总理刚刚死 你们为什么这里放鞭炮呢 然后就骂这个张玉凤 张玉凤说你不要骂我 是毛主席让我放的 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政治对手都是这样 哎呀终于熬到比你 这个后死 我哪怕你死了一个小时以后 我再死我也舒服 我也是赢家 是不是 美国的事情呢 比我们想象的要黑暗的多啊 这个拜登呢 他现在是民主党的一个大麻烦 非常大的麻烦 他的身上的丑闻太多了 他如果不死的话 他就肯定还要精选要连任 是不是他如果连任的话 那肯定不是共和党的对手 那太老了 是不是不行啊 而且丑闻太多了 巨大的麻烦 所以民主党一定要想着 最近你看到的各种与这个拜书记 相关的完全不利于他的新闻 都是民主党的掌握的主流媒体 放出呢 故意给你听的 包括我刚才我一兄弟告诉我的啊 说这个中国这边说这个拜登已经去世了 并不是这个什么网易新闻 习包子他们造谣传谣 而是中国外交口的那帮人 王毅啊 我这帮孙子啊 这帮这帮这帮家伙啊 他们知道了这个什么 美国的内部消息 故意放声放风声的 他们都是一伙的 民主党的最大的负资产就是拜总统 不行的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形势 这对他不利 民主党必须要提前想办法 否则的话你非常麻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又认为这个消息有可能是真的 你们觉得呢 反正我看了以后 我其实挺替这个什么 挺替这个白书记很悲哀的啊 你说人啊都这么大年纪了 人都要死的呀 是不是你都脑成那样了 是不是你干嘛呢 是不是还在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 还在继续作恶 何苦呢 所以我现在可能年纪还没到那一步吧 我是觉得真的是看不懂这世界上的那些个政客 你都多大年纪呢 比如西纳里 比如南西 婆罗西 你比如白书记 你说你多大年纪你还做干嘛 你总在死之前 你都要忏悔一下吧 你们都是有信仰的人是不是 开什么玩笑 你告诉我说奥巴马这个人 他死不悔改 我倒是愿意认可 我也同意 而且我还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年轻呢 是不是奥巴马 他妈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比我达不了两岁 浑身都充满了荷尔蒙 都充满了牙签 真是干坏事的时候 是不是 你说你们这么大年纪 为什么还这么坏呢 这个人世间 真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我是想不通的 我看不懂 得亏我这辈子 就是一小人物 啥也不是 吃吃喝喝一辈子就过去了 谢谢